今天是棋牌下 條文上義的男子 匆忙走進牛肉麵店裡 好像在跟老闆娘商量事情 隨後又匆匆離開 而這名男子 18號晚間來到店內 點了四份餐點要外帶 還刻意加麵 總共310元 先是說要去超商領錢 接著又改口 小孩住院把錢包留在醫院 離開折返的行為 讓店家察覺有益 一查才發現 他就是兩年前 出沒在戲紙的霸王餐館飯 因為你吃飯 你就是要付錢 你就是現場要用 你都不得了 請求都不得了 怎麼會有眼睛 也沒有通 都沒有通 仔細一看 男子兩年多前被抓的時候 同樣也是身穿黑色條文上衣 灰色牙神帽和黑框眼鏡 相同打扮讓老闆一眼就認出他 懷疑他現在是用利用 大家的同情心達到目的 現在受害店家 希望藉由公開影片 提醒其他同業 小心別上當